欢迎回到麻辣下午茶 我是黄荣 我们女性朋友之间呢 一直都是流传 唯一一个永远不变的话题 就是减肥 那到底怎么样减 可以减得更健康 而且可以减得非常的美丽呢 我们今天请来了 我们的好朋友Andrea Lynn 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赶紧跟我们聊一下 哈喽 哈喽 好美啊 今天一定要跟我迈吃一下 才对对不对 紫色 紫色 粉红色 你就一定要就 就迈吃就对了 好刚刚我们先讲说一下 就Andrea Lynn 有在这个 平时的时候还是有教过一点点这样 做一些训练营方面的一些事情 对不对 在这个月有没有 没有 8月份呢 9月份 9月15号跟9月16号的时候呢 跟大家宣布这个辣妹训练营 就是希望能够帮华人的女性朋友 在美国的生活方面呢 可以让美丽自信 变成我们最高的宗旨目标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能够在美国主流社会 跟大家合起来 一起往前进 然后觉得很有自信 那必然了 肯定要先练一点 不过这个练呢 总是要想说体型不好 你练什么呀 对不对 赶紧趁此机会减减肥 怎么样减 更健康 其实我们在这个辣妹训练营的时候 就会跟大家讲到吃的方面 要吃些什么东西 所以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要朝碱性的食物这方面来下手 碱性 你总不能每天拿着酸碱纸 咱们说是 这个是酸的 这个是碱的 没有 到时候会发一个清单 跟大家说什么样是酸性的食物 什么样是一个这个碱性的食物 通常这有一个大纲 就是糖类的东西 或者是淀粉类的东西 或者是奶类的东西 就是dairy 还有sugar之类的东西 这些都是酸性的食物 当它pH level这么低的时候 你就要吃很多的这个碱性食物 来给它做一个中和 因为对女性朋友来说 我们这些fat 这些胖的地方 这些脂肪 这些东西 还有那个cellulite GP组织 对对对 这些都是我们皮肤 还有肌肉方面 这个身体都没有办法去消化的 这个东西 因为身体的酸性的 这个质量过高的时候 它的身体没有这个能力去消化它 所以当你多吃一些碱性的食物 你可以帮助它的这个cell 做一种新陈代谢 当它的新陈代谢好的时候 它这些酸性的 还有这些脂肪之类的东西 就会跟着身体的新陈代谢 慢慢地排出体外 就是为什么多喝蔬菜果汁 还有多吃一点 就是那个糙米 还有就是 五五杂粮都要多吃 对对对对 还有种子 这些东西 其实多吃对身体非常的好 因为它不但能够让你生成代谢 又可以减肥 然后吃了之后 饱了之后 对身体又没有负担 所以这种碱性食物 不管你吃再多都不会怕 可是我就爱吃酸性的怎么办 你就爱吃酸性的话 我这个问题问得好夸张 OK好 太霸道了 就爱吃怎么办 如果你真的很喜欢吃牛奶类的东西 或者是非常喜欢吃 奶酪啊 奶酪啊 起司啊 那你就要吃很多碱性的东西 来做中和 对没错 就是我们有喝这个麦草汁啊 还有你姜汁也可以多喝啊 因为它这个 姜汁不好喝 它不好喝 它不好喝 就是为什么有人会说这个 很健康的东西呢 它就没有办法很美味 所以就是为什么如果你习惯性的 给它吃这个碱性方面的食物呢 然后把它做得很美味 其实你就不会讨厌它了 姜汁还能怎么好喝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如果你姜汁加这个胡萝卜汁 其实它很好喝 胡萝卜汁 你还没有试过 你没有试过 其实挺好喝 还有你这个麦草汁加胡萝卜汁 也是特别有味道 你好像很爱吃胡萝卜吧 不是 胡萝卜之所以常提呢 是因为我们常常觉得 我们需要摄取这个蛋白质 所以它蛋白质 它会让你身体有充满有活力 所以就是为什么胡萝卜汁 它其实是很高血糖的 吃东西很高血糖的一些食物 所以它吃了之后 它会让你觉得很有energy 可是它对身体又没有负担 会饿啊 会饿 会饿 它会让你很有活力 你吃了吃这个 你还可以吃很多像broccoli 还有cappage 高丽菜 这些其实这些蔬菜方面 其实绝对绝对可以让你觉得 吃得很饱 只要你能够从五股杂粮 平均地去分配它 像世界的这个拳击冠军在拉斯维格 它也是吃素啊 它都不吃肉 可是它怎么这么多肌肉 也对啊 但是它就是从这个植物里面 摄取这些营养成分 可是我有一个减肥经验 就是说如果我们减肥减的 就是比如说我每一顿饭啊 有的人几乎不吃米饭啊 馒头啊 或者面食类的那些东西 但是它只吃蔬菜 然后不吃哦 这样很容易饿你知道吗 因为它要加五股杂粮 它吃个糙米啊 它可以吃种子类的东西 它可以吃这个wild rice 它可以吃kingwa kingwa像我们就是 对很有对防癌的这些食物 不但不会让你胖 又可以打 健康 对健康又 既健康又减肥 对 这种东西 刚刚记住了吗 胡萝卜汁很有用 然后五股杂的 好了好了 这个心情不话不多说 赶紧去减肥吧 那大家记住 我也是在这个时候 可以更多的利用这些时间 多多减肥 然后记住我们刚刚Andrea 跟我们说这么多tips 好了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一会儿回来